记者汤世明彰化报道,有100多年历史的彰化线花坛香文德宫白沙坑银灯牌绕镜活动,今晚热闹举行,爆满的民众见证16座各具特色的灯牌出发绕镜,持续到明天清晨,整个花坛香有如不夜城,明晚元宵节则将在文德宫举行点灯仪式,进行历史悠久的银灯牌民俗活动,过个热闹万分的元宵佳节。 今年花坛香白沙坑银灯牌文化节扩大活动范围,在花坛夜市广场举办民俗才艺及摸奖活动,此外还有创意灯牌比赛,社区才艺,手和气球福德老爷招财经等系列活动,深受民众喜爱的提灯发放,明天下午4时30分将在文德宫广场开放民众索取,送完为止。 今晚灯牌绕镜率先登场,16座灯牌集合在文德宫前,向福德老爷请礼后,由花坛香掌里成继郁性重扛着16座灯牌,引领各市镇头绕行白沙坑的白沙,文德长沙三个村落大街小巷,直到明天清晨,热闹万分,有如不夜城,一起祈求平安幸福,深具文化传承意义。 明天元宵节晚间6时40分将在文德宫广场举办点灯仪式并进行热闹的银灯牌民俗活动,以及北广戏区演出。 明晚6时30分将于花坛夜市广场办理全民连环晚会有艺人演出摸彩活动。 李承连表示,北台湾平息天灯,南台湾沿水风炮,中台湾,最有名的就是白沙坑银灯牌文化节。 这些都是台湾元宵节盛世,白沙坑银灯牌活动从清朝延续至今。 每座灯牌由23个黄色小灯笼串联而成,外观如船之形状,每个灯笼则写上各桩若信式而称为自信灯。 其保存了相当程度的传统形式与做法,显得草根性十足。 民众一起迎灯牌采介绕镜到天亮,也代表地方能够平安顺遂,并且让花坛成为一个不业城。 创造业的经济,业的观光,让彰化的旅馆业更加发展。